在与金庸市长当选人谢国良会面商讨市政交接事宜后 对于外传可能入阁接下交通部长一职 金庸市长牛昌表示这与市政无关 谢国良则接话说如果是真的要先恭喜市长 牛昌则摇头直说没有 我想这个不在我们今天 我跟国良兄这个我们在谈市政交接的 假如是的话先恭喜 牛昌再次重申 目前没有接获任何征询 12月25号前他的身份还是金庸市长 会把握每一天与市府团队战战兢兢做好工作 让整个市政运作顺利 我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的一个征询 那第二个12月25号之前 我的一个身份跟角色还是金庸市的市长 就原有的市府团队 我们还是会战战兢兢的每一天 做好我们的工作 直到25号 整个市政的工作交给我们新的市府团队 让整个金庸市的运作 能够非常的一个顺畅 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 牛昌表示对于未来的职位 他从来不做预设 牛昌更强调 不管他在任何岗位 只要对金庸有利 对金庸市民有帮助 他都会尽所人的努力 不管我在任何的一个工作岗位上 不管我是任何的一个身份 只要是对金庸有利的 对金庸市民有帮助的 我想我都会尽我的能力去做努力 至于未来的一个角色跟身份 我想这个等未来再说 记者张琪辰 金庸报道 好 不是 是 老公 不 我们 哦 구� 亏 ielle